和風木創 和風木創 我們是2014年開始 那今年剛好是 第十週年 那從早期 我們和風主要是以 木製品的一個代工 跟設計為主 那在這 去年開始我們 增加了 兒童的一個 嬰幼童的家具品牌 那以及 小木料的一個販售 那我們的名稱叫石木商行 石木商行 石木商行 代表的是一個木料經濟 循環在利用 將我們一般普遍認為 備料餘料 再經過簡單的加工 讓創作者們可以在這邊 可以輕鬆的找到 屬於他們要的一個尺寸大小 跟數量的材料 和風 接下來會發展的一個 嬰幼童的家具 用品的一個品牌 它叫Yanis Yanis的起源來自於 2020年我當 我成為一個爸爸 我開始注意到小朋友 他們在長大的階段 需要各種各式各樣不同的一個 用具 家具跟玩具 希望透過我們的雙手 可以打造出小朋友 可以接觸自然溫潤的木質用品 那也希望說 這份美好可以透過家具 跟玩它所用的器具 可以傳遞下去 你們看 我們可以接觸一下